國道台中路段塞 平面的中青路野塞 这是台中人平时假日 来到这里的日常 为了一解塞车之苦 高工局打造这一段 国道一号 无论南下北上各自设有车道 顺着弯道一路向前 最后连接省道台七十四线 这一段衔接道总长二点三公里 从国道一号的一百七十二公里处 连接到台七十四线台中北屯路段 历时十四年三度变更计划 盖道好工程款项 最佳到六十二亿元 我们是在台七十四线环中路 以及国道一号在通车的时候 我们边施工上乘的部分 就是也要保证下面 下面行驶的车辆能行车安全 虽然转运中心的话 如果有专用到的话 当然是更有交互的作用 举例来说南下车辆从中山高 要连接台七十四线 过去得从大雅交流道下扎道 走中轻路再接上快速道路 有了衔接道之后 南下车辆走高架 从国道直接转往快速道路 不用塞在平面道路上 堪称黄金衔接路线完工 交通意义就是国一国三与国四 再加上台七十四线外中内环路 往全面打通 其中大雅台中与南屯交流道的车流压力 要减压就看通车后实际上路的压力测试 三零七五将去让张俊到台中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